安卓手机有线同频V6 第一步呢 投影机首先进入这个同频界面 然后选择这个安卓界面 点击进去 然后拿出手机的原状数据线 一端连接机器的USB一接口 另外一端连接手机 好了 现在手机打开设置 然后打开手机的开发者人员显向 然后开发者人员显向 就是点击手机的版本号 点击5下输入锁屏密码 现在开发者人员显向已经打开 开发人员显向打开 然后点击这个USB调试 点击确定 然后屏幕下拉 选择这个充电的标识 点击文件传输 好 现在已经同行成功 点击好 继续